其实以我来看 都是心地淳朴的人 大哥我说一下你真正的问题 你真正的问题呢 也不在不怎么会挣钱 不怎么会照顾家里 你真正的问题叫过于自我承担 什么叫过于自我承担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 但凡苦难我都自己受 我不分给别人 就是我能承受的 我尽量都自己扛了 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吧 然后呢我实在扛不住怎么办 我最亲近那个人跟我一块扛 因为那也是我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你 为什么说你宁可老婆扛 也不让弟弟扛 也不让弟媳扛 你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 你是老大嘛是吧 现在不是你扛不住 是他扛不住 你不能让人十年如一日 二十年如一日 一点阳光灿烂日子都没有 至于小孩以后 认不认你和你亲不亲 是你和小孩之间的事 你有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 有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 这是你的措施 如果你在这方面做好的话 任何人都阻挡不开 你们的血缘关系 第二个 有些事情是一定要有团队协作 现在比如像我是独生子女 父母的责任一定是我的责任 你是有团队的 确实是有兄弟的 搭把手也应该的 带个班 照顾一段时间 我奶奶生了兄弟几个 最后我奶奶 就是躺倒的时候 就是已经神志不清的时候 就轮流照顾 没有人敢说一句 我不行 这是责任嘛 你因为你是弟弟 所以你就应该没有这个责任嘛 凭什么呀 你就不是儿子了吗 你就不是儿媳妇了吗 不要把所有的苦都放在自己身上扛 更不要把自己所有的苦交给自己老婆去扛 这对她来说是个太大太大的折磨了 我觉得你让她吃了那么多年苦 抽一两年的时间来好好疼爱一下老婆 这是你对她应尽的责任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严老师 两个人都是很善良 很重情义的人 这个不用赘述 我们都能看到 就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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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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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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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感谢你这12年来 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爸妈 特别是爸得脑溢血 卧床的这两年 以及妈腰椎肩盘突出 不能自理的时候 多亏嫂子你精心照顾 帮妈洗衣服 做饭 收拾家务 这些年来 你把爸妈照顾得很好 最后希望你能留在东北 和大哥一起照顾母亲 再一次感谢嫂子这么多年来 为这个家的付出 小宝 这是弟弟写的 你拿着 最后就说一段话 我们这是爱的迹象 爱是你对她的爱 不是你弟的感谢信 你知道吗 今天咱出来带条件 你要同意让媳妇带着闺女 哪怕回山东老家 过个暑假 给她放个假 休息休息 你就出来 你要连这个条件都不同意 你也别出来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同意了啊 哎 这就对了 来来来来来 站住 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面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成熟天使 为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 每个人都不同意 就对她 来 李物送给你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暂时不回去 但是你得给我一个时间段 行吧 谢谢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好嫂子 给我们上了一课 谢谢两位请回